大家好,我是游钓型 中大型鱼在野生环境中靠什么食物为生呢? 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些大鱼能够每天都吃到我们钓鱼人制作的货真价实的,胃形不错的粮食作物吗? 显然不可能 除了莲庸这类绿石性鱼之外,绝大多数中下层鱼 它们能找到能够吃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经过长时间在水中浸泡过的酸臭食物 即使是在水中生长的青苔,扫类食物,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味道 都是以腥臭味为主的味道 千万不要以我们人的口味来衡量这些野生大鱼味道的喜好 在吃惯了酸臭腥味道的大鱼,如果真的看到一大堆又香又甜的食物 它们反倒百倍的警惕起来,不会立马进窝就开吃 无数的水下视频证实,这些大鱼倒是会围着这些少见的一大堆食物反复的转悠 甚至可以转上一两个小时,才开始试探式的触碰食物 这个试探的过程相当的长 这就证明这些大鱼能够长这么大,靠的就是高度的警惕性 它们在不常见的场景下,比如一大堆香甜的窝料很少遇到过,不是常态 它们首先是提升警惕性 需要反复证实没有危险以后,才会考虑开吃 但是如果遇到常见的场景,比如遇到数量不多的酸臭或者腥臭味的食物 它们习以为常,不会提升警惕性 所以去触碰食物,开吃食物的时间就会很短,显得胆子很大 没有反复试探的过程,会比较直接了当 对准食物就会是一口,这一口会给的很实在 如果食物上有鱼钩,那八成就被刺中了 因此我们在选择大鱼的窝料和钓尔的时候 完全没有花大价钱去买那些非常讲究的又香又甜,数量又少的商品耳料 钓大鱼需要的窝料数量很大 买这些昂贵的商品耳料成本太高,实处没有必要 今天就先给钓大鱼的钓友支一个招 自己制作酸臭玉米 钓大鱼既节省,效果又好 绝不会比那些商品耳料差 方法如下,三斤五斤或者十斤二十斤老玉米 数量多少啊,取决于你钓的多长时间 钓的时间长就多一些,时间短就少一些 用水没过玉米粒,泡个两三天 然后放在大锅里煮软为止 用手捏玉米粒可以捏烂就可以了 滤水后备用,根据玉米的多少 再用大米煮一些稀饭 稀饭尽量煮的稀一些 大米不一定太多,能煮出不算太粘稠的米汤就行 稀饭煮好以后啊,和煮好的玉米一起倒入大塑料袋里 稀饭不要过多,把玉米粒能粘上稀饭就行 其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玉米粒更快的发酸发臭 如果玉米量大,可以装入多个塑料袋 然后呢,把塑料袋扎紧,放在太阳下晒一天 最后放在温度高但又不通风的地方多放置几天 十天半月都可以,直到玉米出现酸臭就可以用了 如果半个月和一个月都没有用完 玉米过度的酸臭,也不怕 只要没有变黑发霉,一样可以用 越是酸臭啊,越是鱿鱼 大鱼对这样的味道最敏感,最喜欢,最痴迷,最疯狂 最没有警惕性 因为这是野生大鱼的最爱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点赞,转发,谢谢了